日前有圈内知情人士向记者爆料 赵薇凭借电影《致我们中江逝去的青春》 一举成为国内最卖作女导演 自然也因为该片的票房大卖而赚得荷包满满 加上老公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 成为名副其实的圈内女富婆 不过向来不满足现状的赵薇却并没有消停下来 反而是投资了2013年孤原师弟音乐节 希望可以将青春牌做足 难怪大家都说赵薇可谓是最佳文青代表 居心2013年孤原师弟音乐节 将于7月19日到21日在河北孤原举行 相比较草莓音乐节热播音乐节等其他音乐节 孤原师弟音乐节无论是在地点的选择 嘉宾阵容敲定环节设置等方面都显得较为文艺法 于是网上有不少网友猜测 孤原师弟音乐节大打青春牌 究竟和致我们中江逝去的青春有什么关系 同时还有网友爆料 王菲里亚彭夫妇也将神秘现身音乐节现场 尽管并不会登台表演 但是现身已实属难得 这一切都让2013孤原师弟音乐节显得极为大牌和神秘 直到有人爆料 孤原师弟音乐节最大投资人竟是赵薇时才真相大白 赵薇是中国唯一在影视歌三个领域全获得最佳和最受欢迎奖项的华语巨星 电影货26座影后 电视货9座事后 收视率亚洲第一 音乐货17座歌后 全亚洲专辑总销量达900万张 而一项都文清气质十足的赵薇 此次将工作重心转向音乐节的投资上面 除了他本人对于音乐事业的热爱外 更多还在于老公黄有龙强大的资金支持 如果这次2013孤原师弟音乐节投资成功 那么赵薇下一个投资目标 极有可能就是王菲的2014年的演唱会